5. 一些虚无的患直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品了 莎士比亚不要诬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古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 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 总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 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笔下的月花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 与其风迎献美 偷取别人的欢心 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负 莎士比亚